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闷闷不乐 我还以为是真的先发精进了 没想到到头来只是空欢喜一场 明日我就去照三生姑姑说明白 取消我第一名的成绩 为什么 谢谢你大强 我小兰花虽然法力敌尾 先凭可不敌尾 作弊就是作弊 但我要把你帮我的事情说出去 你是不是又会被抓回耗天塔了 你不是成天盼望我回耗天塔吗 我是盼望啊 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好像又不那么盼望了 算了 跟你也说不明白 反正 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好了 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好比 你一直在喝药 因为习惯了 所以从不会觉得药很苦 但突然有一天 你喝药的时候 有人给了你一颗糖 因为尝过了糖的滋味 以后喝药 一样的药 就会哭得难以下咽 就会哭得难以下咽 以前 师父不在 我一个人守着死明殿 所以从不觉得孤单 然后你突然来了 整天陪着我 带我晒太阳 给我熬粥 还帮我考试 我害怕我会习惯的 等你走了之后 我就又还是一个人了 我就像那个尝过糖的人 再也不想尝苦的味道 这些花妖 佳琪 蝉疤 说了些什么呀 为何本作一点也听不明白啊